当播足球快讯 2021年8月19日 柏林联有力敲响胜股 星期四深夜 欧洲协会联赛第四圈首回合 展开多场激战 其中古比斯将在主场对阵柏林联 虽然古比斯近况不错 但他们近二仗欧协联主场的比赛都赢不到球 今铺面对实力比几队强劲的德甲球队柏林联 古比斯都是不应该高估 古比斯上季拿到分超贵军 奪得一个参加勾协联内围赛的名颜 不过他们需要由第一圈踢起 面对亚美尼亚的诺亚 古比斯就遭遇挑战 首回合一个波不敌对手 他们在次回合五粒血洗对手 才得以晋级 第二圈对阵乌克兰的和斯克拉 和第三圈面对哈萨克的艾斯坦拿 古比斯都晋级得相当艰难 两圈赛事总比分都是比对手多一个波而以 他们的竞争力较为有限 今次面对四大联赛的柏林联 古比斯想继续前进难度极大 值得一提的 古比斯最近两场勾协联主场作战的比赛都赢不到波 今次面对冲击力强劲的德甲球队柏林联 古比斯主场淪陷就一点都不会意外 由前季升上德甲开始 柏林联就展现出不错的竞争力 取得在当季牌在第十一位成功护级 到了上季 柏林联进步更加明显 取得最终牌在第七位收官 投队在工房两边的表现 相较前季都有较大的提升 默斯 古斯 汀马云 费特列治等主力可谓缺功智慧 新赛季 柏林联亦保留了大部分上季的主力阵容 他们有望在藏戒职 由季前的被战来看 柏林联表现相当出色 四场热新赛保持不败之余 还赢足三场 在德国杯第一圈同样顺利过关 到了新赛季首轮面对竞敌利华古迅 柏林联同样不落下风 最终同对手握手言和 由此可见 今次面对实力不如己对的古比斯 柏林联有望带走胜利 你听着的是安播足球快信 我们为你提供各国球赛的赛前分析 赛后报告 足球世界花水 多谢你的收听